今年台湾受到西南风影响 还有午后对流发展的旺盛的状况影响 林口曾经几度有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发生 造成部分地区路面积水 影响来往车辆的通行 林口区公所就派员到各地进行 亲疏恢复交通运行 当下针对各处积水原因进行勘查 并且在近日都已经陆续完成了改善的工程 新北市林口区在今年7月30号下午 发生短延时强降雨 造成区内富贵森林公园周边富贵路 文化一路与富幼象及棒球场四围路周边等地 有积水情形发生 林口区公所短时间内完成进行相关改善工程 避免之后再度有积水情形发生 好那针对积淹水的改善方式呢 我们主要是针对内外测沟的连通打通 让我们的水流可以更快的进入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系统 去做一个水流的收集作业 减少它的浸流路线 增加它的排水效率 刘嘉诚科长表示 文化一路与富幼象 现将打通既有内外测沟 借由外测沟及流道路浸流 并透过内测沟将水路导致既有阴景及雨水下水道 进而改善限定因淤积排水路径过场所造成的积水及环境问题 完工之后呢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工程方法呢 能有效的改善它积淹水的情形 然后我们后续的话呢 也会持续的观察看看我们的改效成效如何 富贵森林公园周边排水 因原本排水壁沟崩塌影响排水流速 以针对沟壁进行修复 同时增设排水连通道 希望日后遇到天后因素 能够避免再度产生积水的情形 让民众安心通行 记者虎萱林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